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吞巴加希腊生活记的瞬息万变 我是吞巴 每周筛选一些跟希腊移民购房和当地生活相关的小新闻 并跟大家分享一些吞巴 我在帮助很多粉丝客户们去办理相关业务过程当中 碰到的一些关于移民 任何各种政策方式方面的一些实时的小变动 心状况和小心得 希望能让您在投资决策 或者在整个的移民观望过程中 选择到最好的时机 最好的方式 得到最好的结果 最开始照例 我们还是先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疫情问题 从上周开始 希腊病例明显的是成一个下降趋势的 从上周二的最高点 每天7000例新增病例出头 然后到后来维持了几天 大概是5000多每日新增 周末直接回归到了4000以内 看来整个是在为圣诞节去做准备 话说圣诞节之后的疫情数字 一定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上扬的 无论它是出于客观事实 就是因为西方的圣诞节 它是一个家庭团聚日 家庭团聚的流动性 一定会导致更多且更广范围内的病毒社区传播 或者就是因为政策的需要 包括对媒体声音的把控 对吧 它要缓解老百姓的情绪压力 尤其是在过节前后 起码要给大家一个机会 就是过一个暂时快乐的圣诞节 让大家暂时忘却疫情的阴霾 所以在这段时间压制的 未爆出来的病例和数字 就只能在圣诞节之后进行释放了 还有就是在吞霸上周的 瞬息万变的节目当中也说了 希腊开始强迫60岁以上的老人打疫苗了 那在圣诞节之前 这个病例的数字 它必须得倍降下来 否则谁还打疫苗对不对 而本周也已经放出分来了 就是50岁以上的人 马上也要赶鸭子上架了 从之前的情势来看 如果没什么罚款之类的 这种强制性规定 指定是没人愿意去打疫苗的 那光靠罚钱肯定不行 一定还要借助媒体的声音 把这疫情的数字释放出来 才能在圣诞节之后 劝更多的人去打疫苗 就这样才有说服力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希腊也通过了 说5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打疫苗了 在这里 我其实真的不想去站队 说到底疫苗是力大于B 还是B大于力 单单对孩子打疫苗这件事 我抱的态度就是什么 既然无论是有效论证的时间 还是论据都不够的情况下 就绝不应该赶着让孩子去当小白鼠 祸祸祸 我们这一代人就够了 孩子还是他们自己的命数 自己扛吧 这样的医疗事物 医疗失误 其实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都是大把的例子 包括像 海的病 冰病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不都是从药品的研发出来 发现了副作用 最后变成了毒品吗 还有像我们 当年我们的上一辈人 所出现的什么四环素芽 那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堆积 这个结果才真正显现出来 等到这个结果 那都是十几二十年之后的事了 我虽然宁肯相信没有人是去故意隐瞒这个副作用的 但一切的论证真的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变化去进行跟踪的 另外还有一点吞霸 说希腊之后的疫情一定会成上升的趋势 也是跟他们自己的放开式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就听听希腊奥米克戎零号病人的字数 你就能理解 希腊来自整个欧洲的防疫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数字能有多真实真的很难讲 就当时听个乐吧 首先奥米克戎的传播力我在这里就不多细说了 大家都明白 否则的话就不会被世卫组织 包括各个国家在他出现以后 立马就一下炒遍了各个的自媒体网络 希腊的零号病人 本来就是当时从高危地区南非回到希腊 三天之后 从11月27号到28日 这两天周末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周六周日都不开门 对吧 他只能等到周一 好了 等到11月29日周一的时候 去药店检测为阳性了 并且他还主动告知了 我自己是来自于非洲 我来自于南非 这种情况下 药剂师倒是挺负责任的 马上就让病人去做更精准的病毒测试 重点来了 这么个关键时刻 居然周一和周二这两天 号称希腊的微生物学家都还在罢工呢 对 你没听错罢工 我管你什么天王老子来了 还是别屁股门子了 什么应急机制紧急状况 什么都大不过罢工 大不过咱这合法的权益 吞罢我在这 真是不知道说啥好了 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其实全球恨不得 都陷于新变种 这个病毒的担忧和恐慌中 这希腊也骚操作 真是没谁了 就连病人都诚实 坦白来自南非了 明知道有很高几率感染这个奥米克戎的情况下 硬是在自己确认了阳性测试的三天之后 也就是直到12月2日周四的时候 那都没有任何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响应 还是人病人自己比较自觉 专门去找了个私立医院给自己进行的确诊 然后才进行了上报 这希腊的卫生部门 这才不紧不忙的安排车啥的 把这人开始接走进行隔离 然后给所有的密接者进行检测 这整个的时间段 这客人其实已经接触了不少人了 要我说 那还检测个X 这黄花菜都凉了 但就是这样 希腊卫生部长还能言辞咄咄的表示 目前密接者测试完了都是阴性 所以他有信心能控制住奥米克戎在希腊的蔓延 这X后泡嘛 我就特想问 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奥米克戎的传播力特强 如果密接者有潜伏期 之后变阳了 那不就跟这个0号客人一样 26号下飞机的时候 测了他也是阳性 这个一旦造成了大面积的传播控制不住的时候 我就真大玩 这话术到时候该怎么改 真的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挺搞笑的 特想问问这个部长大人 他要不要点脸 这控制住是控制吗 不就是顺其自然吗 好在一直都说奥米克戎的传播力虽然强 但是貌似他的伤害不大 所以大家就当听个饿 凑合着吧 那再接下来 吞巴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关于在希腊开具银行账户的事 这个难度是一直在进行递增的 因为吞巴最近在帮一些客户办理手续的时候 还有给其他的一些客户做一些咨询的时候发现 希腊的国家银行 Erobank AlphaBank 都在不同程度的进行加码 开户的难度是越来越高 要的资料越来越多不说 很多都开始回去翻后账了 让很多的客户去提交补充和更新资料 尤其是在收入和个税这两个方面的更新 要说希腊的国家银行管的稍微严一点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以理解 但是原来希腊的律师们最常用的Erobank 就连我和吞巴也是开的Erobank的银行的账户 现在居然也是全面收紧的状态 不信你看看 最近律师们开的Erobank应该普遍 都从他们的开户选项list当中抹掉了 有很多粉丝就问 这个收入和个税的更新怎么会这么麻烦呢 要知道 这可是咱国人最大的痛点 不过这个话题 因为确实视频要在国内播出 所以我不想展开细说 明白的 大家都懂 在这里吞巴只是要澄清一点 就是这个真的不能怪人 希腊人去找后账 我跟好几个粉丝 其实都聊过这个事 估计当时人家希腊人也没能明白 说怎么银行账户里出来的钱 还可以是有问题的 银行存钱是不管的吗 因为在欧洲人的思维逻辑当中 如果已经存在银行的钱 基本上肯定是完税收入 但是大家都脑补一下 在国内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希腊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缺钱 所以他开始圈钱去召集解决财务问题的时候 存心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有可能 现在缓过来了 那就该算后账了 所以这也是吞罢我一直都说的 在欧洲干点啥事 别以为当时钻了个空子就挺开心的 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追溯传统的 一旦做了假 即便当时没事 在这儿走了捷径 之后往往都是让人吃大亏的 包括在希腊随随便便滴出几个case来 都是可能15年前20年前的诉讼 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眼前的例子也有 那就是之前出了的丑闻 塞浦路斯护照的 现在也已经叫停了 包括像德国这种自雇的方式去做假的 比比皆是最后不都是给滴了出来 然后身份被取消 护照被取消吗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考虑来欧洲 就不要整那些没用的假的东西 那稍微有点扯远 回到这个话题本身来说 那目前来看 在希腊的规模较大的四家银行当中 目前也就只剩下笔岗银行 还有AlphaBank 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那越来越严的这个趋势 只能会更加加剧 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像前段时间一样 银行开火来者不拒了 所以就像前一段时间 还曾有粉丝咨询过 吞霸我关于40万存款的项目 问吞霸我说 他说担心希腊的银行恢复安全 能不能自个选个靠谱的银行 我真挺无语的 银行你都信不过 好 选银行到时候 无论是哪个银行你也别选 人家也能选择同意让您去开这个火 那都是已经很好了了 所以行不行吧 而说到EUROBANK 其实我猜想 这次之所以收紧了这个开户的情况 可能是吃了之前开放希腊黄金签证以来 最轰动的一起大 吃了挂奥了 就是大概在17年左右的时候 希腊当时还可以刷卡购房的 虽然当时希腊政府很快的发现了资金来源的漏洞和问题 后来及时取消了这种刷卡的方式 对资金转入的要求也做了及时的弥补和限定 但是当时操作的公司已经卖了不下一千个客户了吧 这听着是不是特别像希腊控制疫情的这做事方式 就是完全不找钱 就等发现了问题再去赌的时候 其实这黄花菜早就凉了 所以据吞发所知 当时涉案的公司很多房产和资产都被冻结了 导致这房子都无法过户就悬在那了 那客户他钱也花了 他也退不回来 因为这资金都打到这个公司了 全被冻结了 房子房子过不了户 自然也就无从提及去进行移民的申请 他即使申请了他也不会批 反正是这些客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 还有一部分运气好一点 那就是毕竟拿到了身份了 可是房子却拿不回来了 包括目前基本上希腊购房移民圈 已经是彻底臭名昭著了 Destiny希腊的一个本土公司 都是那个历史结果的一个延伸罢了 当时那个公司基本开的所有的账户都是EUROBANK 所以EUROBANK在这个时候去收紧开户 可能也是得到了一些warning 收紧其实是整个的大趋势 从之前可以刷卡 到之后资金进入管控越来越严 再到之前PoA开始要国内的个税单了 然后再到现在银行动不动就让你隔个一年两年 去更新什么户口个税等等的资料 去查你的交税情况追溯资金来源 一切都释放着一个信号 那就是南欧也好还是希腊也罢 黄金签证给钱就能移民的方式的政策 只会越来越紧了 那么未来对于申请人的这种加码 比如像现在不要的无犯罪记录 包括像收入缴税的对应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混乱的状态 再加上他希腊本身自身的政策加码 比如像提高门槛 或者像以后把雅典和赛塔罗尼基关停 向偏远的城市进行引流 这一定是未来通过投资获取身份的这种签证形式 一定是个大趋势 其实早在一两个月之前 吞巴就有一期视频说过 欧盟对于黄金签证的诟病 提出了修正方案 其中一项就是增税 很多人还不以为然 如果不信你就看看葡萄牙吧 从原来200欧就更新黄金签证续卡的时候 200欧一个人到现在已经上涨到了7000欧一个人了 希腊之前也是从500上涨到了现在的2000欧 那未来还得涨 不信咱就走着瞧 这应该是未来所有南欧黄金签证的一个发展趋势 最后赵丽还是稍微再说两句关于希腊房价的上涨问题 其实不仅是希腊 包括像荷兰英国和德国等等的房价都在飙升 就很多人都会说 听到声音说这边的房价飙升 是不是投资的这种收益就会变高了 其实是挺扯的一件事 这次的这种上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压根不是由刚需引起的 而是因为全球的货币注水导致的房价上升 因为热钱没地去 最好的出口一个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 那从前段时间 美国官方也已经公布了 它当地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是在6.8% 但是据我们跟美国当地的一些朋友去沟通的时候 他们自己自身的感觉至少应该在10%到15%以上 好那说完美国 欧洲也一样好到哪里去 比如以希腊为例 冬天取暖烧的煤油这个油费 基本上在今年上涨了75% 电费也是一直在高涨 目前为止我们算了一下 大概至少增长了30%以上 我们平时吞霸开车的汽油费 也由原来的1.4欧每升 涨到了现在的1.8欧每升 上涨了将近30% 而由于持续的注水 然后为了让这些资金去流动起来 然后导致欧元现在一直在持续下跌的状况 而各种的原材量全都在涨价 因为所有的能源耗费都在涨价 所以其实对于各种货币的购买力 其实已经越来越低了 即便现在我们出去去希腊的市集 因为很多人都说市建便宜嘛 都明显感觉到所有的物产都在涨价 原来动辄2毛多的城 现在最低要3毛5了吧 包括其他的蔬菜水果也都有明显的涨价情况 其实吞霸应该找个机会去更新一下 每个月在雅典的生活的物价到底应该能花费多少了 因为之前做的时候都可能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了 所以不要去过分的迷信说哪的房价在上涨 值格投资之类的 您一旦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了不合适的投资 那之后会不会在高点 以后能不能找到接盘侠 那就真的说不定了 所以现阶段尽量去进行海外投资也好 还是出国移民也好 最好去购买房产的时候是去购买刚需 这样才是最保险的方式 好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探讨的 可以在下方给他把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